美国加州南部山火狂烧足足六天了 因为强劲的风势和干燥的气候使得情况难以控制 至少有500栋的建筑被烧毁 23万居民被迫疏散 多所学校也宣布停课 随着当局前天首次对加州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紫色警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会动用联邦的资源来协助应付山火 从高空往下看 山火依然在狂烧 滚滚的浓烟升起 把天空染成了金黄色 直升机从高空洒水帮助灭火 防止火势继续蔓延 山火昨天也延烧到位于美国圣地雅各的退休者社区 在几个小时内吞噬了多栋房子 消防队出动直升机从高空洒水 而消防员则在现场协助扑灭火势和进行清理 灾后现场一片狼藉 房子已经化为灰烬 一些地方仍然在闷烧 停放在一旁的车子也遭殃 当时被迫撤离的居民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毁 当南加州遭受山火肆虐的同时 美国南部多个州属昨天出现罕见的降雪和低温天气 当中包括了密西西比州 德州 阿拉巴马州等等 突如其来的降雪导致多趟的航班被迫取消 雪花纷纷从天空飘下 大地白茫茫一片 有的民众对这场大雪感到兴奋 而有的民众则表示 这场大雪来得太早了 根据分析 美国南部多州这次罕见降雪 是由于冷空气南下与墨西哥湾地区的潮湿空气相遇而造成的 美国气象部已经向多个地区发出冬季风暴警告 预料降雪会由美国东南部逐渐向北部移动